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也录得多宗大手连租药铺位成交个案 租客都是从事饮食业 反映市场看好饮食业前景 中区指标商下交投频营 例如金钟海库中心一座29楼B2室 面积大约3061平方尺 以约1.09亿元逆手 成交赤价约35609元 为大厦第二高纪录 至于中环指标商下 美国银行中心都录得成交 位于大厦28楼07至08室 面积大约2659平方尺 以超过1.43亿元沽出 平均赤价约53800元 不单刷新大厦纪录 更成为全港十大分层商下第八名 另外上环顺德中心月内连络成交 先有顺德中心西翼30楼07至08室 面积约3881平方尺 以每尺约32,000元售出 成交价超过1.24亿元 买家系投资者 息资超过1.12亿元 扣入西翼25楼08至09室 面积约2816平方尺 成交价价大约4万元 成为信德中心新高尺价 至于零售楼面方面 第一集团旗下长沙环中国船泊大厦 售出两层商铺楼层 分别位置大厦一楼和二楼 面积约13816平方尺 和2016平方尺 以赤价约12500元沽出 涉及金额分别约1.727亿元 和2.502亿元 现时两层楼面都由酒楼成租 核心消费区地铺亦获追捧 环安地产以大约1.35亿元 售出旺角尼敦道724至726号地下1和2号铺 总面积大约2994平方尺 成交价价4万5090元 铺位现经营餐厅 月租约45万 租金回报约4厘 以连租约形式逆手的餐饮铺 成为投资者争夺对象 反映投资者看好餐饮铺承租力和投资前景 故扣入作收租投资用途 相信餐饮铺会持续成为买家入市宠宜 物业市场已急速升温 先由全新工商项目带动 紧接指标商下贫6成交 个别大厦更见身高尺价 自4月份商铺物业逆占获投资者追捧 工商铺市场百花齐放 后市全面看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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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